秦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王朝 可以说秦朝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 秦朝以后的王朝都是在秦朝制定的政体和制度上进行修改和提升 并没有完全跳出秦朝设定的框架 秦朝的出现让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国家林立 现如今只能通过欧盟这样的形式把欧洲各国团结在一起 成为世界的一级 但同时秦朝又是短暂的 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秦朝灭亡大部分源于秦二世胡海的昏庸统治 当然秦始皇的高压统治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在我们学的历史上以及《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 胡海并不是秦始皇的法定继承人 秦始皇想立扶苏为太子 使胡海和赵高和谋丞相李斯篡改了赵书并杀死了扶苏 成为秦朝的第二任皇帝 实际秦始皇本记 对此是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的《七月秉吟史皇崩于沙丘平台》 成相思维上崩在外 孔诸公子即天下有变 乃密之 不无法丧 关在晕凉车中 故性患者参诚 所致上时 百官奏事如故 患者者从温凉车中可其奏事 独子胡海 赵高及所幸患者五六人之上司 赵高顾长教胡海书及预律令法事 胡海私性至 高乃于公子胡海 成相思 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 赐公子扶苏者 而更诈为成相思寿 始皇遗诏沙丘 立子胡海为太子 更为书赐公子扶苏 盲田 术以罪 其赐死 从这段记载中清楚地知道 胡海和李斯 赵高是怎么和谋修篡改赵书 赐死扶苏和蒙田的 详细地仿佛当时司马迁目睹了整个过程一样 但是由于文物或者史料的佐证 所以我们现在是选择相信司马迁的 毕竟司马迁为了写 史记 付出了很多 而且以司马迁严谨的态度 也是搜集了当时有的材料 不过司马迁毕竟与秦始皇时期 拆了上百年 有错误的信息 也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 历史史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考古发现更多的文物和书籍记载资料 很多历史史实也会被推翻 就像胡海有没有篡位一样 最近发现并整理的一些史料 有了不同的说法 2009年初 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 得到3300多枚西汉竹简 这些竹简随之被命名为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这其中有一篇赵正书 说的就是秦始皇的事情 这个赵正并不是改了姓 而是古代有姓和氏 秦始皇嬴政是嬴姓 赵氏 明政 以说明 政又称赵正 祖龙等 所以赵正书说的就是秦始皇的故事 赵正书中对秦始皇传位的记载是 传位给胡海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赵正流涕而未思约 无非以子也 子无忠臣也 其意所立 丞相臣思 欲使臣去极美死顿守延远 经道远而召其群臣 恐大臣之有谋 请立子胡海为代后 王远 可 亡死而胡海立 急杀其兄扶苏 中卫 蒙 田 大赦罪人 而免立臣高以为郎中令 赵正书 也记载了秦始皇死亡和传位的过程 这里提出了与史记截然相反的说法 胡海并非篡位 而是合法继承 当然 这批书简也是孤正 而且 这批书简的作者并不清楚 根据研究 这批书简大概成书于汉武帝中期 跟司马迁所在年代差不多 两个人所能查到的资料 应该是差不多的 而在湖南一阳兔子山遗址发掘出来的秦二世 即位文告 目睹 提到了秦始皇的 一诏 天下诗史皇帝 皆具恐悲哀甚 朕奉一诏 仅宗庙是吉祝 祝 以明智至大功德者聚矣 与令当初定者必矣 这似乎说明 胡海的确是奉赵即位 而不是篡位 但是由于这个即位文告 是胡海自己写的 所以不足以完全证明 即便如此 赵正书的出现对于历史也是好的 因为对于那么久远的历史 终于有了不同的声音 有了这些史料 可以据此分析一下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秦始皇传位这件事情 有蹊跷的地方 其一就是 丞相李斯 为什么会跟赵高和某拥理胡海 对于李斯来说 这并不是最优选择 无论李斯拥理谁 那都是大功 不会因为不拥理胡海 而地位不保 其二就是 秦始皇为什么带着胡海 而不是其他皇子 秦始皇至少有四个儿子 其他的都被胡海杀死 没有留下姓名 留下的姓名有四位 胡海是最小的儿子 即使是胡海想跟着去巡游 主要要求跟着 也没那么简单 说明秦始皇是喜欢胡海的 不然也不会让胡海学习法律 那就大胆推测一下当时的情况 秦始皇喜欢扶苏和胡海 但是扶苏因为焚书坑毒 触怒了秦始皇 因此秦始皇 法他去束手边疆 是跟大将蒙田一起 说明秦始皇是对扶苏寄予厚望的 同时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 因此对于继承人这件事情上 并没有下定决心 而秦始皇出去巡游 处于对胡海的喜欢 因此答应了胡海的请求 而当秦始皇病重的时候 应该是有遗诏的 因为没有在咸阳 而在身边的只有胡海 所以决定传位给胡海 并下达旨意 让扶苏好好辅佐胡海 这是当时情况下最优的选择 所以李斯才会愿意辅佐胡海 那么赵书到底有没有改呢 应该改了部分 改的是次次扶苏这一点 因为胡海已经是法定继承人 所以李斯不会冒着得罪新皇帝的险 去阻止篡改 至于说 为什么不是继位 以后再赐死 是因为胡海要到咸阳去继位 以免夜长梦多 毕竟扶苏掌握兵权 用秦始皇的名义 要比胡海的名义 显得更正义一些 这也就比较合理地解释了 为什么李斯会跟赵高同流合污 因为胡海是合法继承的 秦始皇传位给胡海 也是基于江山稳定的想法 只可惜秦始皇被自己小儿子胡海给骗了 所以出现了后来二世而亡的局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秦始皇为何能统一六国 这三件东西 或许不该出现在两千多年前 正统六国天下归一 驻长城以振九州龙脉 为我大秦护我设计 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是嬴政 也就是人们熟知的秦始皇 他历经图治 建立了一个强盛的秦国 之后又凭借雄厚的军事实力 将中国彻底统一起来 不过对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那段历史 很多人都存在这样一个疑问 秦始皇究竟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呢 自从商样变法之后 秦国的综合国力就有了大的提升 虽说主张变法的商样后 阿里因为得罪了秦国贵族而被处死 但秦国之后的君主 却一直沿用着商样主持制定的律法 正是因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 使得秦国到嬴政手上的时候 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国家 在商样变法的体系中 庚一级 战非常重要 其中 更使得秦国人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 同时还吸引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来秦国发展 而 战则令秦国有了足以对抗六国的力量 另外 当时秦国还出现了三件东西 他们或许本不该出现在两千多年前 也这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秦国才能够顺利统一六国 东西一 秦剑 剑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武器 被称为百兵之军 最初由于中国的冶炼技术不甚先进 这就导致剑的品质相对较为下沉 使用几年之后就会出现裂习 剑忍缺损等问题 为了打造出性能足够出色的剑忍 秦国开始改进冶炼之法 随着冶炼之法日益完善 秦国开始用新的冶炼之法锻造剑忍 这种剑忍也就是后人所说的 秦剑 相比其他剑忍而言 秦剑的长度超过了一般培剑 再加上其整体密度非常高 硬度也很大 足以对敌人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彼时秦国就是依靠这种武器 打得六国军队溃不成军 东西二 秦鲁中国古代不像现代 有导弹等远程杀伤武器 彼时各国军队所使用的 主要远程攻击武器是弓弩 其中弩相比于弓而言 构造要复杂一些 且威力也远远大于弓 秦国在打造秦剑之余 也非常重视弩的改进 彼时其他六国的弩 虽然威力强劲 但远比不上秦鲁杀伤力强 值得一提的是 秦国在制造出秦鲁之后 还配套打造了专用的建筑 这种建筑 能够对人体产生更大的伤害 当时一些秦军 为了尽可能杀伤敌人 还给建筑上了 剑血封厚的毒药 配合秦鲁 可以达到更大的杀伤效果 东西三 木制导鬼除了武器以外 秦国当时还发明出了木制导鬼 虽然在部分秦朝残疾上 这种木制导鬼被称为铁鬼 但它本身并非金属制成 当时秦国修建这些木制导鬼 就是为了方便运输物资 古代素有 兵鬼神素的说法 秦国在当时对抗六国的时候 就是使用这些木制导鬼 大大削弱了后勤运输困难 彼时秦国就是因为有这三样本 不该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东西 秦始皇才顺利将六国土地收归手中 时至今日 我们仍然可以从那毫不秀世的秦剑锋刃 以及秦鲁建族上看到秦国当时的强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